车烟行瀑布倾泻而下 壮阔景致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这里是新北市平溪区十分瀑布 由台湾尼加拉大瀑布支撑 以往通过瀑布公园都得经过层层阶梯 不过全新友善步道在13号正式开通 让行动不变者或是推娃娃车等亲子族 行动时更方便 轮椅或者是娃娃车也可以过来的话 当然是也很好 就是变成全家大小 就可以没有这个限制的接近这个瀑布 克服地形障碍又兼顾自然环境 民众举双手赞成 实际请行动不变民众试试看 步道平缓使用起来也舒适 全新友善步道全长约为400公尺 整个步行时间约为15分钟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到场和长者们一同体验 我们特别做了一个400米的反坡步道 直接可以透过轮椅拐杖 就直接可以走到十分瀑布 青年目睹最漂亮 最美丽 让大家心里已久的十分瀑布 全新友善步道标榜没有阶梯 以人本精神为基础 成功打造一条直接通往瀑布的宽敞路线 环境更友善 也对多元族群更关心 TWN新闻新北市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